海港工程部的工程统筹 大家好,欢迎大家 我是统木工程拓展署海港工程部的工程统筹 Dave 住 今天我很高兴在科学慧民 在现场和网上的观众 介绍海港工程部如何在海市工程 应用创新科技和资产管理的发展 香港有百分之六十都是海洋面积 而海岸线有长一千公里 而由填海而形成的海岸线有二百公里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在这些海口和海岸线上 都兴建了很多不同的建筑海市设施呢? 其实大部份的海市设施 都是由海港工程部负责设计 以及负责维修保养的 当中有约130公里的海堤和防波堤 而超过320个是码头和登岸的阶梯 其实这些设施分布在全港不同的地区 有些还在很偏远的尼岛的倒序 所以在我们的维修保养上 其实工作也相当繁忙 而这些海市设施 其实直接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 例如在2017年和2018年的台风 山竹和天甲 在台风吹袭时 海旁的设施直接受到极端天气 引起的海浪冲击 而当中 在西贡的污水处理厂 鲤鱼门的防波堤 例如,将军澳海滨公园 和香港仔的避风堂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海港工程部 海港工程部不但为了这些损耗的设施 进行修复 亦有一个恒常的定期检查 去保养这些海市设施 一般的保养都会分为两部份 水面部份和水底部份 从码头设施来看 水底部份 我们会由潜水队 在码头底部潜入水底 去到拍摄水底装柱的情况 但大家可以想像到 水底其实是视线 和在潮涨都会影响到潜水源的运作 所以 海港工程部和测量部 引入一个综合测量系统 多波速测心仪 以及激光掃描仪 这个仪器会安装在检查船上 当我们检查防波堤和海堤时 这个激光掃描仪 就会发出一个扇形的激光掃描 防波堤的表面 而在水底亦会靠多波速测心仪 发出一些光谱 去测试水底的表面 在这里有个视频给大家看到 其实当船一直靠近海堤时 其实它在水面和水底 都能够掃描到海堤设施的表面 从而我们可以检视到 有没有损坏或破坏 从而进行复收或维修 这里是我们在将军澳、海滨公园 和茶湾防波堤 进行应用综合测量系统 而得出的检视结果 我们可以很清楚 看到一个3D掃描的海堤的 石面表面的状态 从而可以检视到有没有破坏或损坏 而在码头装处 我们亦会应用一个图像星纳仪 它也会安装在一架检测船上 当船是靠近这个码头边缘时 这个图像星纳仪 就会像在右边看到 它会向码头装处的顶部 一直到扫描到底部 从而可以看到这枝装处 有没有变形或损坏 这些技术可以减确 我们需要潜水源到潜落水底 有一个危险和环境的局限性 而在码头上或水面的检查时 其实我们亦会受到其他局限性 一般在码头甲板底 我们需要兴建一些临时工作平台 但是这些临时工作平台 都会受水位高低而不能兴建 我们可能要靠我们的工作人员 用一个摄录的仪器 像一个自拍神棍 去到码头底部进行拍摄 但是这个拍摄 对于一些大型的码头 中部和光线不足够时 亦不能够很准确 去到检查到码头底的 碩士结构的状态 所以我们亦应用一些无人机 在不同的角度 在码头甲板底部 去到检查和飞行时 去到进行这个检查 可以看到 它不需要兴建一些临时工作平台 以及它可以以一个固定 我们计划了的路线 去到进行这个检查和拍摄 进行一个记录 而码头顶部 我们亦知道 很多都不能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去 特别是一些码头顶部 在一些不是平面的表面 可能是一些斜面 或者一些弧形的表面 所以我们亦可以用无人机 在这些码头顶部 去到拍摄 如果发现有任何损坏时 才再安排、踏盘 再上去做维修 这些码头顶部 是有任何损坏时的码头顶部 是有任何损坏时的码头顶部 在这些码头顶部 究竟海浪的波幅和波高 以及方向 这些数据 对于海市设施的计划和设计 有一个重要的数据 以上所说的 刚才所说的 我们要进行一些常规的检查 可能每隔半年至一年做检查 从而我们发现 这些结构有没有破坏 我们最近也引入了一个 应用于码头、海堤和防波堤的 实时监测传感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以24小时 用这些仪器 感测仪器 去到连续收集码头的数据 以及防波堤的数据 例如在码头上 船隻拍案时 会引起撞击力 而码头受着船隻撞击而引起震荡 如果这些震动力或撞击力 大过码头能够在设计上的承载力时 码头就会损坏 而防波堤和海堤 主要的结构都是由 它的护面石块互相扣锁的作用 所以 如果这些护面石块 当我们用24小时不断监察 而发现有移位时 我们就可以相信 这些结构就需要做修复了 在码头的监察传感系统 我们可以看看这张扣解图 中间这个是码头 而这个传感系统主要有三个仪器 第一个就是 装在码头 石屎结构的震动感应器 主要在码头石屎的部分 而在码头外围的围栏 就会安装一个超声波传感器 和一个激光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都会24小时收集数据 另外就会以4G的网络传信 然后就会传到我们的中央管理系统 这个中央管理系统 就会自动进行数据分析 如果发现这些震动力或撞击力 超越了我们的警示界别的时候 就会发送一些SMS或E-mail 去到我们的维修部门 去到终行跟进 我们不如一起看看 他们的运作 刚才提到的超声波传感器 其实它会侵察船只靠近 从而令到激光传感器 安装在湖南上 去到梁甲 湖南受着船只撞击到的动作 而这个动作 其实围栏因应船撞击时 就会靠向码头 所以这个动作和相对的时间 我们可以计算到船只引起湖南 撞击码头的加速度 如果我们知道船只的质量 再成为加速度 我们就可以估算到船只撞击力 另外,这就是 安装在码头 石屎结构上的震动传感器 当船只撞击时 在我们发现它撞击的位置时 我们也可以量度到 码头因应船只撞击的震动幅度 这是我们的中央传感系统 在这个中央传感系统 我们同时可以在电脑屏幕 可以全部监测到所有监测站 有没有出现一些异常 或者有些力或震动力 是要超越了我们的码头 能够承受成在力 而在海堤和防波堤 我们的监测传感系统主要靠 全球定位系统和光学雷达掃描 它们也是以一个科资的网络信息 将防波堤和海堤收集的传感系统的信息 直接传到我们中央管理系统 去测读看看这些户面石块 有没有过大移动 我们在喜宁洲防波堤 我们安装了全球定位系统 大家知道 喜宁洲防波堤 其实是没有电力的设施 我们也应用了太阳能板 去供电力给全球定位系统 而这就是我们在香港连接路的海堤 安装了全球定位系统 在这个位置 另外有一个叫光学雷达掃描 它便可以向湖面石块 看看有没有任何移动 这就是其中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掃描到一个范围 在湖面石块的范围 而测量出来的结果 便可以看到是这些石仔角尺的位置 我们会以不同时间做一个比较 从而知道 这些湖面石块有没有移动或移动 在此我亦预备了一个短片 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实时传感系统 我们不如大家一起看一看 一般而言 我们会在公众码头安装湖沿 以缓冲船只拍按时的撞击 土木工程拓展署海港工程部正施行监察传感系统 以监察码头整体结构的健康 监察传感系统 透过多重传感器的技术 监察码头承受的冲击力和震动 系统一共有三种不同的传感器 1.超声波传感器用作侦测船只拍按 2.铝射传感器用作测量船只拍按时的冲击力 3.震动传感器用作测量码头承受冲击时的震动 3.当船只拍按时,安装在户延上的传感器 会测量码头所承受的撞击力和震动 系统会将收集到的数据上传到中央管理系统 并实时分析数据显示在云端基厂网站内 供维修团队检阅 直到2022年年底 我们已在超过20个码头安装监察系统 维修团队可以在云端基厂网站 查看各个码头的实时状况 亦能够透过分析两项数据的关系 以评估码头结构的健康状况 当收集到异常数据时 系统将会发出信息 通知维修团队作出跟进 透过北斗全球定位技术 监察全感系统 能够实时收集 因为海浪和风暴潮引致海防波堤 和海堤移动的数据 该系统现时安装在喜宁洲避风塘防波堤上 装置以太阳能供电 并收集全球定位卫星数据 能够在不受天气影响之下 全天候24小时自动操作 系统收集到的数据 会自动上传到中央管理系统 供维修团队检队 海港工程部已试行另一套监察全感系统 以监测海堤和石灰移动的状况 该系统能够实时收集 因海浪和风暴潮引致海堤户面 石灰移动的数据 全感系统透过全球定位技术 和光学雷达素描等 感测器监测系统收集数据 并上传到中央管理系统供维修团队检语 光学雷达能够定时自动记录数据 建构出点云模型 监察海堤表面的移动 每个点云模型 宣似有300万点数据 能够准确记录海堤表面的状况 该系统已安装在香港连接路的防波堤上 维修团队能够在云端基厂网站 查看实际状况 同时系统会透过比较点云数据 分析海堤有没有明显的移动 维修团队能够在云端基厂网站 检阅点云模型的变化 然后我为大家介绍海港工程部负责资产管理 海岸工程部负责超过900个海岸设施 而这些设施都是政府的资产 我们要进行这些维修、保养和管理时 也会翻阅很多文件、检视和维修的记录 为了我们要处理这些大量文件的时候 我们以往都是用一些文字、纸张或纪录 很多时都会遇到一些遗失 或是要很长时间去处理 我们最近都应用了一个建筑讯息模拟 将应用在海市设施资产的管理系统上 这个系统将每一个设施的建筑记录图则 检查记录和维修记录 变成一个3D立体资产信息模型 建筑讯息模拟 其实是一个像3D模型 在上面可以看到 在码头上所有的设施、围栏、灯、柱、梯台和围栏 全部都会包含 而每一个围栏设施都会有特定的编号 每一个设施部件都会有尺寸 以及它的物料 甚至是以往维修的资料 我们亦建立这些建筑讯息模拟 例如码头 以及一些梯台 去到码头做一些优化 以及做一些优化设施 例如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教西村的码头 利支庄码头 翻身马尿水杜伦码头 以及南丫岛的北角码头 这些全部都是用了建筑讯息模拟 去协助我们 将这些码头翻身和优化 我们亦在计划用一个抗争实境技术 将一个建筑讯息模拟 结合一个实境模型AR 将这些信息显示在一个电脑屏幕上 检测的同时 只要带着这个电脑屏幕 去到现场就可以 拿到这个码头部件 的详细资料 甚至以往 维修的记录 并且如果发现有任何 需要维修的时候 亦都可以上载资料 上这个平台上 在这个过程中 就散却了很多文章 或者纸张和文件的处理 在我们的海市设施上 其实都会直接受到沿海的灼害 结构老化 及端天气的影响 而我们应用创新科技的好处 就能够提高这些效力 及 截散人力 及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 最后我亦在这里想介绍一下 海港工程部的愿景 我们是透过实时监控系统 管理海市设施 另外参考实时监测系统的数据 制定维修 及定期保养检查的策略 我们亦利用大数据的分析 提高巡检的效率 最后亦是透过建筑讯息模仪 进行生命周期的评估 及资产管理 我今天在这里的介绍 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